哎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他们让你当乡主 你为什么不当啊 你是猪啊 你怎么那么傻 你才傻呢 对了 你怎么来了 哎呀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哎呀 你找不住的 有男人的地方 我都能找得住 这里是黑社会 黑社会 对啊 你知道这儿每个月给我多少奉钱吗 我问一下啊 哎 问大伙一个问题啊 在这儿当乡主一个月能挣多少奉钱呢 哎呀 没钱啊 没钱 你倒气 哎 那 那咱回家吧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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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位 啊 你可是在扬州立春院 曾经帮助过隐香主的那位 那位花姐 哎呀 正是 哎 这个秘密 你们怎么知道的啊 哦 我跟天地会的众位兄弟 在此感谢花姐的大安大德 谢花姐 客气了 客气了 哎呦 客气了 这位是 他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进南 陈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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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九阳大名 赶紧跪下跪下 为什么呀 他现在是我师父 别闹了 你算哪根葱啊 他是你师父 花姐 如今小宝已经是我徒弟了 真的假的呀 我现在是天地会的人了 天地会 花姐 这总舵主啊 已经让小宝 当我们青木堂的乡主了 哎呦 总舵主 会演十英雄 哎呦 不瞒您说啊 我们家小宝啊 从小就相貌堂堂 三岁会念古诗 您要是让他办事啊 一准为次 你还有什么疑问 师父 我能加入天地会 成为您的弟子 已经是三生有幸了 可是 这个什么乡主臭主的 我可担当不起 小宝 为时已经说过了 不许你妄自菲薄 师父 我为小宝可不是傻子 竟然你们高兴了 让我当这个乡主 明儿不高兴了就把我给废了 那不是丢我的面子吗 再说 我不当乡主 无事已身轻 可一当上乡主 到时候 你们人人都来鸡蛋里面挑骨头 那我不就完蛋大吉了 你傻呀 鸡蛋里哪有骨头啊 你傻呀 这鸡蛋变成小鸡 小鸡就有骨头了 就算小鸡没骨头 他们要来挑刺 把这鸡蛋壳打碎了 到时候蛋黄蛋白 搞得一塌糊涂 那不就完蛋 完蛋 我玩哪个蛋呢 你别闹了 为乡主 不要再推了 再推 就是对我们青木堂不敬 这 我 男子汉大丈夫 当仁不让 你既入了我们天地会 就该奋勇争先 为天下苍生着想 你什么事情都为自己打算 那岂是英雄豪杰所为 那 师父 我小鸡把我丑话说前面啊 让我当那个乡主可以 不过 你们不想让我当了 就跟我直说 别到时候给我乱加什么罪名 又打又骂 鸽头鸽耳的 我可不干 小鸡 当天地会青木堂的 相处那是一件大喜事 很多人想当还当不上呢 你怎么搞得 像上刑场一样 哎呀 好了好了 我当就是了 死都不怕 死就死吧 恭喜为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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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儿 小鸡 跪下 跪下吧 魏小宝 从今天起 你就是天地会青木堂的乡主 接令牌 快接呀 快接呀 哎呀 我来接 哎呀 宝儿啊 给 总多如真帅 小兔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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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出息了 还真出息了 宝儿 你真在宫里当差呀 你当的是什么差呀 以你儿子我今时今日的地位 有多少达官显贵见了我 也要叫我一声贵公公 哎呀 我的娘啊 怎么了 我连孙子都没抱上 你就成公公 你干什么 别乱来啊 你是我儿子 哪来那么多事啊你 被别人撞去了 成什么样子 我管他呢 你来来来来 快快 你小子 在宫里面当个假太监 挺过瘾 是不是 花姐 这件事可不能传出去 传出去 我可是要掉脑袋的 你以为花姐真是傻子吗 你当了太监 不好好地在宫里面待着 你跑来天地 会当什么小兔啊 还不是为了你 这要是当了香主那还好了 那叫双喜临门 你 为为家光宗耀祖了 我们为家到现在 连个掌柜的都没出过 好什么呀 那 我告诉你啊 外面那些人 要不是因为我在小皇帝 身边做事 才不会让我当什么香主臭主呢 他们是要烦清风明 烦的就是朝廷 烦的就是小皇帝 行了行了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明白 你在宫里当太监吗 你就是保护皇上 你在这儿你就是 我的后脑勺现在一阵阵两疯啊 小宝儿 我不在这儿待了 他回家 回家呀 回家 回家 花姐也没那么严重 如今呢 小皇帝当我是朋友 这天天会的人哪 又让我给他们做事 这脑袋 一时半会儿还掉不了 我就怕明天再见到你的时候 你的脑袋就系到你的裤腰带上了 放心吧 你儿子聪明机灵 福星高照 眼下的事情还应付得过来 再说了 要是一旦有什么差错 我马上就跑 到时候 管他什么英雄豪杰 什么荣华富贵 我还是留下性命 回我们的扬州 开我们的丽丘丽下院 你觉得怎么样 你还是扶我坐下 让我压压借 压压借 来来来来 地震高刚 一派西山千古秀 门朝大海 三河河水万年流 红花亭盼哪一堂 红花亭盼青木堂 堂上烧几柱香 堂上烧五柱香 小宝 我会中的口令 你已记在心里了 若有事的话 我自会派人去找你 你回宫去吧 是 师父 真想不到啊 你看 这京城啊 竟然这么大 那是大人 在京城里啊 只要你自己肯努力 衣食住行 样样上岛 让儿子我来告诉你 什么叫做随心所欲 通行无走 宝宝宝宝宝宝 那花姐买的东西 就都算你的了 必须的 冰糖葫芦 好 多少钱啊 全买了 大姐 走 给你 我不要了 不要了 咱不差钱 谢大爷 走 我 走了 好